人追求的是心中莲花开 就是要一念心清净 心清净的人莲花它会开放 一个人禅修 完全取决于你播撒什么样的种子 你在心中播撒的爱 那你就会产生爱的种子 你播撒的种子 恨那么就是恨的种子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做错事情 而是你的心错了 事情错了可以改正 但是你心错了 你还会继续做错事情 我们人在学佛当中 有时候很想离开一个城市喧哗的世界 想拥有着明媚的阳光 躺在静静的绿草上 然后慢慢的睡着了 边上只有大自然的声音 这就是禅定的开始 我们说要守住自己的心 那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开悟了 那你可以守住心 但是问题你开悟不透 虽然你缠心一片 人之所不能忍 方能为人之所不能为人 怎么样在这个 五着恶事当中 让自己的心念连花处处开拢 就是要不追求 不贪 要放下 踮起脚尖的人是站不久的 跨得太大步伐的人是走不远的 学佛也是这样 我们不求拼命的去追求 让自我境界的解脱 而是老老实实的展现随缘的心灵方法 任何事情 人要形成一个习惯 而这个习惯 就是你拥有禅的智慧的习惯 在你心中 你才会阻挡任何人间对你不利的束缚 为名为利啊 都不会把你束缚住 感情啊 各方面的一个人无心是静 得静之时啊 我们不得做静想 如果你干净的时候啊 你都不要去想这是很干净的 那才是无无尽 你就是觉得自己我很干净了 你明无尽 但是呢 你心还是无尽 所以你就很难拖出无无尽的境界 我们很苦啊 我们看见别人 我们就会想到自己啊 我们看见别人 我们就会想到自己非常的惭愧 我们学佛到今天 我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做人 一直在痛苦当中 挣扎 一直在痛苦当中 心动啊 心不动 则人不忘动啊 不动心则不伤你的心啊 心动则人忘动啊 你人的心意忘动 就会伤其身骨 你就会体会到世间所有的痛苦 因为在人间 因为在人间 时时刻刻都隐藏着危险和诱惑 到处都是陷阱 一不留神 可能你就一生完了 不动忘心 不存妄想 心如止水啊 无欲自然 心如水 我没有欲望了 你还能拿我怎么样 我无所谓 我不要了 我一切都这样了 抵制诱惑 那就是学泼人的禅思禅念 否则你就会痛苦禅生 经常讲人生你究竟有多长啊 人生就在你我之间呢 因为哪一天看不到你了 就没了 我们的友谊 有时候很短 我们的人命 有时候如昙花一现 在人间 千万要口中言少 自然祸就少了 腹中食少 自然病就少 心中欲少 自然忧少 所以大悲无泪啊 大悟无言啊 我们做人 只要随缘 我们的心不就是佛吗 心佛合一了 你无处不自在啊 学佛都学得这么辛苦 学佛都学得放不下 你怎么样把菩提的种子 重在你的心中啊 你的自信迷了 你不就是众生吗 你自信绝了 你就是佛吗 所以当你慈悲的时候 你不就是观音吗 所以我们做人 拼命地花很多精力 哎呀 我要学佛啦 我来拜佛啦 我要念佛啦 其实倡导的就是一个寂静 一个如如不动 一个念头就是一颗种子啊 我们的心就像一个花园啊 你一个念头 你种在你的心里的花园里 你想得到什么 它就种出来什么 因为你的杂草充生 所以你的花园就是一片杂草 你想鲜花满园的话 你就种下善良的慈悲心和善果 你一定会得到善的一个回报 成佛不是一句空话 佛就是绝也啊 这是觉悟的人啊 觉悟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真谛 一切苦空无常 我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快乐 我能让别人活得比我更好 你就是佛啦 如果是个佛的话 你怎么会跟天天跟别人去争 跟别人去斗呢 你怎么会去为了自己的利益 来伤害自己 其心动员非常重要 所以心性就是积善行得 你们要懂得命有己造 相有心生 世界万物都是画像 你心不动万物接不动 你心不变 万物怎么会变呢 什么叫惨呢 你坐得住站得稳 你思维当中没有想法 你不就是笑着面对五欲六成吗 你自己想改变自己 你就是一朵莲花 你不想改变自己 你可能就是一朵枯萎的花朵 所以佛经常说 不可说不可说 一说即是错呀 不可说不可说 因为佛法是靠开悟的 并不是说出来的 佛法是悟性啊 一念余即般若觉 一念智即般若生啊 如果你有智慧 像佛一样 你的智慧就生出来了 如果你今天做了愚痴的事情 你就离开了你的智慧般若呀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呀 这个世界本来无一物 你心不动何处惹成哀呀 好好地懂因果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度人 让自己的心进入寂静 进入涅槃 进入我们开悟的无上正等正觉之中 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